就是我覺得在很大方簡約的設計中 又有一些小亮點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賣的衣服也是非常平價 大概也是2萬到3、4萬左右 就我今天推薦的這些店家 像Gym之前就有在這間買過 Champion的帽T 是長袖的喔 很基本款的那種 然後竟然只要台幣400塊 基本上你從頭到腳都可以買到想要的東西 所以CP值非常高 有Sindy 大家好 我是Sindy也有 大家來韓國逛街啊 常常會在路上看到一些韓國的潮牌 或是一些設計師的品牌服飾 最近都非常紅嘛 也有很多KPOP IDOL穿過 但是那些潮牌服飾啊 通常一件T恤動輒就要1000以上 對小資族或是學生族來說 可能都會覺得 回包有點痛痛的 有點買不下去 很剁手 所以今天我就幫大家整理了 韓國的5間平價服飾品牌 這5間店大部分都坐落在 空大還有建大長圈 因為這邊就是大學長圈嘛 所以吃的逛都會比較便宜一些些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逛吧 首先第一間呢 要推薦大家的就是這間Clone 它是一間賣韓國的女裝為主的店 他們家的服裝啊 我覺得就是賣一些比較Lady的款式 然後有非常多的基本款 除了基本款之外呢 也會有一些剪裁比較特別的 比如說它可能會做夾兩件 或是它的那個袖口啊 領口的地方會做一些不同的變化 就是我覺得在很大方簡約的設計中 又有一些小亮點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們的配色我覺得也蠻好的 就是它除了基本款的那種黑白灰啊 米色之外 它也會有很多很特別的藍色或綠色 然後再來呢 它除了衣服之外 也會有很多像是戒指啊 耳環等等的飾品 還有包包 然後價格又很平價 比如說可能我自己很喜歡的那種 增織開金毛衣 它一件可能只要25000韓元 就是跟外面的比起來非常非常的便宜 然後我之前有在這邊買過一件吊帶洋裝 也是很平價 女孩們如果有想要買一些 比較好搭配的衣服的話 都可以來這間看看 再來第二間呢 就是這間Market A 這間啊在宏大還有建大這邊 都各自有兩間分店 然後它賣的衣服也是非常平價 大概也是2萬到3、4萬左右 然後這間的風格啊 就跟上一間差蠻多的 上一間就是比較淑女的風格嘛 那這間的話就是有點辣妹街頭感的 但它也沒有到超辣陷阱妹的那種 它就是小辣 大概小辣的程度 就是會賣很多那種特殊剪裁啊 短板的上衣 然後還會有一些 比如說像現在很流行的工裝褲 還有那種刷舊的牛仔寬褲 這邊都可以找得到 然後呢 我在這間買滿多東西的 因為我自己還滿喜歡這樣子的風格 像是我有買刷舊牛仔褲嘛 然後還有在這邊買了一件 今年流行的那種飛行棒球外套 那除此之外呢 這邊也有賣包包啊 飾品跟帽子 就我今天推薦的這些店家 基本上你從頭到腳 都可以買到想要的東西 所以CP值非常高 大家如果有經過的話 一定要進去逛逛看 然後這邊也有M Playground 也是開得滿大間的 M Playground他們家 就是大部分都在賣一些 基本款的商品 就如果你想要買一些 基本的大學T啊 棉褲啊 襪子之類 就可以來這邊找 這邊都賣得非常的便宜 而且男生女生的衣服都有 再來啊 韓國近年非常非常流行 逛二手衣店 所以像宏大啊 縣大的街頭 其實都出現非常多 那種Vintage店 其中呢 像我身後的這個 Market & U就是非常大的 因為它除了在 建大聖水中間這邊 有一間旗艦店之外啊 它在新村的 U Plex裡面也有一間 非常大 一整層的店 然後他們家的二手衣啊 我覺得算是整理的還OK 像U Plex的那間的話 就稍微需要翻一下 有一些的衣況 可能稍微有一點的舊 但是建大聖水這間啊 就還不錯 它裡面的衣服啊 都整理得很乾淨 種類也滿多的 男生女生都有 然後從一些比較運動風 機能性的衣服 到毛衣 西裝外套的通通都有 而且重點是它的價格 非常的便宜 因為很多那種小的Vintage店 它賣的可能都是一些精品 比如說Burberry啊 Prada這種 就是比較貴的精品 即使它是二手的 它的價格還是稍微有一點點貴 但這間呢 它就有一些比較沒有那麼貴的 運動品牌 它的二手衣 所以它都賣得很便宜 像Jim之前就有在這間 買過Champion的帽T 是長袖的喔 很基本款的那種 然後竟然只要台幣400塊 是不是超便宜的 然後我之前不是有在 限動問過大家 那種老爹西裝外套嗎 那今天後來 整合台幣也是才 四五百塊 是不是 CC值超級高 如果你們喜歡復古的風格 或是呢 你們想要追最近韓國流行的話 一定要來這間 Marketing You看看 再來呢 就來到宏大啦 宏大這邊真的有非常多 平價的服飾店 有很多都是那種 不是連鎖的小店 然後我在我的地鐵逛街路線 二號線的影片裡面 也有詳細的介紹 宏大那邊好逛 但是我們今天主要介紹的 兩間連鎖的品牌呢 就是我身後的這間 Tropador 還有 Another Awesome 這兩間是我買過 覺得非常好買的 韓國平價服飾店 那其中Tropador的話 我去年就已經有介紹過了嘛 它就是以男裝為主 那宏大這邊的旗艦店呢 也有賣女裝 一樓都是賣女裝的部分 那二樓的話就是男裝 從就是非常平價的一些基本款啊 大學T 到一些有一點設計的款式 通通都有 然後價格非常的平價 Jim之前就有在這邊入手過幾件襯衫 然後我自己呢 也是買過了好幾件衣服 像我現在身上的這件短板飛行外套 就是去年在這邊買的 它非常便宜喔 這件質料很不錯 但是它才39000 就不到1000台幣 所以呢這邊真的非常好逛 那另外這間Another Awesome呢 它就是以女裝為主了 宏大總共有兩間分店 也是有一些零星的男裝啦 但是女裝真的還是比較多 然後它除了就是比較休閒的款式之外 有很多LADY的款式 我上次帶阿欣來逛啊 它一次就在這間 爆買了16萬超級厲害 很強的購物力 可見它也非常非常的好逛 所以如果你們有來韓國有來宏大的話 這兩間一定要收進你們的購物清單裡面 另外這間在宏大的MW 它是有點辣妹服飾風 就那種陷阱妹的感覺的衣服 可以買到很多現在流行的那種運動風啊 還有就是那種工裝褲等等 可以買到很多現在Y2K流行的服飾 不管是上衣還是下半身都很多 然後價格也不貴 所以大家可以來這間看看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正午今天連鎖服飾店大家都筆記起來嗎? 老樣子我會把所有的相關資訊都放在底下資訊欄 你們要記得點開來去看看喔 下次來韓國想要買一些比較便宜 但是質感又好的衣服的話 就可以把這些列入你的逛街參考啦 當然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他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錯發片通知 我是Cindy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掰掰